這一次現在美中台關係還是相當緊張 尤其是就在蔡英文她的行程走完之後回到台灣 馬上解放軍就開始了軍演行動了 好 這一次的中共環台軍演 我們看到美國態度是怎麼樣呢 她就告訴妳說 要克制了 不要改變現狀了 但是我們也要帶各位來關心到的是 外媒都是怎麼來看待的 包含是我們現在看到了法新社的一個報導 她就說了 國務院發言人就說了 我們跟中國的溝通管道一直保持暢通 也一直敦促北京政府這邊保持克制 不要改變現狀 好 就發言人就說了 針對在這個地區擁有足夠資源和能力 來確保和平跟穩定 並且履行我們的國家安全承諾 我們感到相當自在且自信 她說美國的方面正在密切的關注中方的行動 好 只是說要克制 只是說不要改變現狀 這樣子顯然不是一個強硬的作風跟說法 所以呢 面對了解放軍這樣子強烈的警告意味能厚的一個情況 好 卻是使出了比較淡的一個回應 我們來看到了日經亞洲報導 她就說了 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已經進入到另一個危險的新篇章 如果情勢持續的升溫 可能會無意間引爆兩個世界超級強權的軍事衝突 好 當然我們都很不希望啦 好 另外呢 NHK的記者說什麼 說中國大陸這一次啊 因為被說了啊 這個軍力的展現呢 比起去年來說呢 算是比較和緩的 但是呢 警告意味是比較濃厚的嗎 文工的部分 好 在這個部分說中國大陸有保持克制 啊 台灣的部分呢 好像很冷靜 我們就來看到了現在台灣的民眾大多是怎麼想的 好 我們來看到了 雅虎奇摩這邊做的一個網路民調 在這邊呢也邀請大家動動手指頭 可以在聊天室裡面告訴我你怎麼選 好 我們來看到了是 好 第一個問題 中國大陸強烈譴責菜賣會 你會擔心兩岸的關係受到影響嗎 好 我們來看到了最多的是34.8% 好 將近的35%說非常擔心 好 再來呢 是有點擔心的 我們看到了24.3% 也就是呢 擔心的超過一半 好 不管是有點擔心還是非常擔心 超過半數以上了 最後一個問到大家說 認為 菜賣會對台灣國際地位 有沒有幫助這件事情啊 你看到六成的民眾認為說 完全沒有幫助啦 反而是呢 帶來了緊張情勢 在這個部分呢 最新的數據 給大家來做參考了 現在呢 大陸東部的戰區呢 宣布了進行三天環談軍演這件事情 就點明了針對蔡英文總統訪問友邦 顧進美國同時立刻引發 全球主要媒體的關注 國際媒體 路透社呢 在上午的部分 同步訪問了兩岸 包含是台北跟北京的民眾 對大陸進行軍演的看法 一起來看 照樣子去做不用害怕 對啊 因為我們有台積電 對 然後還有美國的保護 對啊 因為大陸講 要統一台灣很久啦 可是一直都沒有動作 對 所以我覺得台灣還有台積電保護 然後他們也不太敢有大的動作 因為美國也會制裁他們嘛 就是已經沒有感覺 因為這件事情真的講很久 但是我覺得畢竟生活還是要過嘛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人生活就是平常心就好 因為他們政治的東西跟我們也無關 他們要統一什麼的 我們也沒辦法講什麼東西 看是我們自己要移民去別的國家也好 還是在台灣繼續生存 就是看個人 會有擔心 因為我是做國際貿易的 我首先我的主要市場就是美國和加拿大 這個的話對於我們做貿易的來講的話 也會擔心這方面有那個影響 但我覺得美國這個國家 從來都不是做那種怎麼講的 他們從來都是偷銜 非常狡猾的 不會讓自己吃虧很多 我真正要我覺得他應該不會真正跟我們搭起來 在這邊我們線上邀請到的是中華戰略學會的資深研究員 也同時是前海軍艦長推移上校張靖 張靖老師您好 您好何小姐您早 各位中天的觀眾朋友們大家早 是的 因為剛剛跟大家稍微說明了一下 在參賣會結束之後 當然是挑起了兩岸的敏感神經 現在就要執行軍演當中 馬上這樣子三天的時間 很多人都說這次是屬於比較文工的部分 首先要請教張靖老師的是哪些部分 讓我們感受到比較文工一些 另外還包含到了美國的態度是怎麼樣 剛剛我們聽到了路透社做的訪問 台灣民眾好樂天喔 覺得說放心啦 美國會出手相助啦 政治跟我們無關啦 講都講那麼久了 但問題是真正會影響到老百姓生命安全 會不會擔心會啊 講了一句什麼 講了一句說 不然真的過不下去的就移民吧 好這樣子的心態都已經出來了 美國到底對於台灣這樣子的 總是很棋子的角色啦 他這一次又是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 好似乎呢只是喊喊話說 啊這個不要過度啦 然後呢不要改變現狀啦 好這些的說法 似乎也沒有所謂的恫嚇力 張靖老師怎麼看 我想啊這個根據目前的狀況來講 這一次啊這個蔡英文總統啊 出訪友邦過進美國 然後跟美國的政要見面 中國大陸基本上來講 他啊採取的這個基調 基本上還是文攻武嚇 但是呢 蜀文攻呢 與武嚇的相對的強度 以及很多指標 其實都有啊 讓我們感覺到 在武嚇的這方面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把它當做啊 再唱一場戲 有文場跟武場 在武場呢基本上來講 不是這次反應的基調 因為跟呢 假如我們今天對比去年啊 8月 Nancy Pelosi 美國的前眾議院啊議長 來訪之後啊 他那次啊所做的反 也這個就是軍事啊 各種啊恫嚇的反應 還有施壓的反應啊 我們啊基本上來講 有兩點啊是非常不一樣 第一 他沒有在我們的啊 這個台灣本島的周邊 劃設任何的禁航區 第二 沒有在台灣啊 這個周邊的啊 這個非常鄰近的海空域啊 實施啊實彈的射擊 光這兩點也就是啊 代表所謂在武場啊 也就是說武嚇方面的 整個強度啊實在要降低 而且同時啊 這個他啊宣佈了做兩個事情 一個就是所謂的啊 戰備警巡 戰備警巡呢 其實並不是啊 解放軍的標準軍語 換言之這個在中國大陸的內部啊 也一直在討論 所謂戰備警巡啊到底是什麼 而且戰備警巡呢 從2021年啊 開始啊就已經用過這個名詞 那這個名詞 到底啊代表是什麼樣的程度呢 大家啊各方說法不同 所以我覺得 今天啊假如說真正呢 要說清楚講明白 要真正讓台灣啊相經有感 而且呢真正啊實行武嚇 不會找出這種啊 這種模模糊糊 而且沒有啊 辦法找出真正 連自己解放軍都沒有標準定義的啊 一個名詞 另外一個呢就是啊講了啊 就是一個聯合利劍演習 聯合利劍演習啊 究竟啊是在哪一個海域 空域或者地域啊舉行 究竟啊他操演的科目是什麼 所以啊這個也沒有講清楚 最重要這個演習 以前並沒有同類的演習 所以這一次啊專門啊 做這些動作 宣布了這麼一個名詞 而且呢也沒有啊講明他真正的演習的地域 更是讓人啊就是啊 障礙金剛摸不著頭腦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認為啊美國啊跟啊 這個就是北京與華盛頓之間 雙方啊一定啊事先有通聯 也有相當程度的默契 所以儘管啊 華盛頓那邊公開的發言 要去這個一直啊不斷講 不要改變現狀要克制 但是很明顯呢大家可以看出來 那是官樣文章以及外交此例 而事實上呢這個 雙方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而且美國也沒有啊強勢 或者公開宣布 他做出了任何對應性的軍事部署 對於這些啊 中國大陸在我們周邊的這些啊 軍事動態 對比啊平常啊這個 共軍的基建就在我們身旁啊現身 這一次啊 共軍的基建 雖然啊現在的政府高層 不斷的在那個強調數目啊 又啊超過如何如何 要各種啊去提升溫度 但是呢台灣民眾 誠如剛才啊您啊街坊呢那邊啊 所顯示 台灣民眾真正啊去啊回應的強度 也是啊相當有限 而且對於兩岸的形勢呢 基本上來講也有啊一定程度的 這個信心 認為啊他也一定要穩定 跟呢就是現在的執政高層 希望去啊政治操作的方向 其實啊並不是完全一致 所以呢我們啊會發現就是政治領導 我們國家之內啊政治領導階層 跟社會的普遍民意啊 確實啊是有啊脫節的現象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我在這邊呼籲啊台灣相親 就是第一 這一次啊雖然在軍事上有採取啊這個動作 但是啊五場啊畢竟是為輔 我認為真正的所謂報復施壓表態的行動 是在文場 我在這邊啊要點出一個 大家並沒有注意到的事情 這一次啊有宣佈制裁啊這個 我們的遠景基金會 遠景基金會是基本上來講 是我們的就是這個政府機關跟呢 國外啊智庫聯繫 而且要做國際宣傳的一個單位 但是在民進黨啊上台以來 他的以前專業的立場 受到嚴重的破壞 而且呢很多的東西 就已經變成一個 國際宣傳的一個工具跟平台 所以呢會惹怒了北京 所以他制裁啊宣佈制裁啊 遠景基金會的就是高層 這個並不讓人意外 但是真正讓人意外的時候 他是宣佈了一個制裁 就是所謂的亞洲啊自由民主聯盟 這個國際組織 這個國際組織 我們代表啊去參加的單位 是民主啊進步黨 也就是現在的執政黨 但是呢這個假如相對的 我們呢知道以前有一個世盟 就是世界啊自由民主聯盟 也就是啊這個以前的 所謂的反共的鐵人古正剛先生 後來傳給啊這個 就是張建邦先生 現在是饒引其先生的 所謂的世盟 那個啊在啊 就兩個組織相比 那基本上呢這個亞洲啊自由民主聯盟的檔次啊 那不知道低了多少 而且國際啊真正呢他的活動的能力啊 跟那生育啊也不是差了多少 但是呢莫名其妙啊他突然被點名啊制裁 這就是讓人家覺得其中啊大有內部跟大有玄機 假如各位觀眾朋友 認真去啊追查那個亞洲自由民主聯盟啊 那上面的網站 你會發現啊那上面網站的資料 這個民主進步黨的主席啊 仍然啊還是卓榮泰 而且呢秘書長的名字還是掛的羅文家 換言之這就是一個啊是死掉的組織 而且根本就沒有活動的組織 那他到底是在做什麼 是不是在擔任某些啊 我們秘密外交的白手套 還是裡頭有些什麼不可告人的東西 而且被啊北京抓到了某些啊證據 所以才宣佈制裁 所以啊我在這邊要強調 我認為這一次啊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啊針對啊 就是我們這個蔡總統出訪過激美國 這個去啊跟美國的政要相互交往 接觸這個事 決定要施壓報復 真正的所有的努力是集中在文場 但是在表面的爭後上來講之中 確實啊各這個黨政媒體 以及喉舌啊這些的所謂的這個發音 發聲的管道啊或者對台啊 去啊這個就是發言啊 這個國台辦這個外交部 以及啊這個就是軍事發言人 這三個體系對台喊話的體系呢 都也惡狠狠講了一句話 這個講出了這些啊就是恫嚇施壓的話 但是呢真正呢就是實際上做的動作 卻比啊去年8月啊確定啊是降溫了很多 所以我還是跟各位啊台灣相親講 就是說大家啊這個穩得住 而且能夠氣定的神閒去面對這個問題 因為啊從啊今年的這個年初開始 從習近平開始 我們可以感受到中國大陸要將這個溫度啊 往下降而且要降溫 所以海峽的形勢基本上是穩定的 我認為啊那個街坊的動啊 有這個穩定的看法 這是值得肯定的 確實是不用到過度緊張 但是呢這個警告一位文工的部分呢 較勁一位還是在的啦 那剛剛張正老師後面說的那一段 有點算是獨家觀察的部分對不對 算是獨家觀察 應該是如此 因為啊 身為一個戰略的評論者 假如有良心啊就必須拿出證據 我們有很多啊所謂名嘴 或者說那個戰略分析師啊 都是跟著中國共產黨那邊的媒體啊 抓到幾個字就在那邊啊 胡說八道或者在那邊啊 就說發出聳動的消息 譬如說像這個海巡啊 這個06他啊這個在空間執法 其實他已經啊這個就是相關的海巡艦艇啊 這我們查到的資料發現啊 他這些執法行動從最早的海巡21啊 這個就是整個已經做了15年 而且15年來都在做這種事 就連這個最新的這個海巡06 去年的8月也做過同樣的任務 但是我們就是有一些啊 所謂半吊子的學者會說他會擴大 然後劃內海 然後呢說是這個執行零險 然後擴大勢力範圍 但是這些人就沒有好好把書面去看看啊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根本就沒有內海這個名詞 所以呢都是跟著啊一些啊 中國大陸或者說美國的智庫 這些媒體去當別人喉舌 也就是去當人家和音天使 沒有自己啊去判斷啊 獨立研究的能力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也是加分在加分 那我覺得是很固執的 還會有很多的 但是我覺得是頂來我 還會有這種性的 谢谢大家